烤肉攤前幾名男子 手持球棒和鐵棍前來砸點 還對著攤位老闆夫婦 拳打腳踢 並拿出辣椒水攻擊 其他同伙則是在一旁圍觀 海一邊把風 嚇得附近民眾紛紛躲避 南投鋪離鎮上8號晚上10點多 扼殺在巴德路上的 烤肉攤前犯案 即便老闆娘平民求饒 數名男子仍然沒有打算放過 手段十分兇殘 結束後搭車逃逸 後續附近居民協助報案 等待遠景到場處理 警方抵達現場 嫌疑人已離開 警方釣魚監視器 已掌握涉案人及交通工具 正在釐清案情 積極追查 全案一聚眾鬥牛罪證辦中 案發後的現場一片狼藉 不少調味料和蔬菜散落在地 地面上的垃圾上 還有斑駁血跡 受傷的老闆夫婦 最後被送往醫院救治 派行老闆頭部和手腳 都有多處死裂傷 目前並無神明違憲 遠景雖然以掌握嫌疑人身分 但目前嫌犯仍然在逃 三連線有無愷是 與惠蓮嘉欽南投採訪